習近平遇危險警訊?學者稱 中共致命危機不是李克強 美國找到證據 北韓向俄羅斯提供大量軍火 FBI稱哈馬斯釋放四人至精心策劃三目的 被問殺熟稅平民對嗎?哈馬斯發言人老修成路 南韓黎太苑踩踏一周年 家屬等待正義伸張 世界麵包大賽 台灣將國旗大順領獎台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8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兩岸要問》 我是黎珊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突然離世 瞬間登上全球關注焦點 不過有學者表示 習近平真正的危機不是這個 BBC駐華特派員默定文認為 今年中共局勢已經相當動盪 習近平最擔心李克強的消息 引發民眾猜測 甚至激化不滿 目前中共正採取多項維穩措施 包括封鎖VPN 阻止百姓翻牆看外界 對李克強事件的解讀 國內社會也在更嚴密的監視下 美國普林斯頓 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避免高層內部的反彈 這也看得出 尤其在中共內外交困的情況下 習近平也不能掌控所有人的行動 陳盔德指 李克強之死很容易令人們聯想到 89年的胡耀邦之死 76年的周恩來之死 以及隨後引發的社會騷動 但陳盔德預計 雖然現在社會不滿的力量比89年和76年更大 但發生騷動的可能性比當時要少 因為高壓的力量和全面社會控制的力量 也比當時要大得多 呂澳法學家袁鴻冰對《大紀元》表示 他認為李克強去世 對當前政權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 甚至連小的動盪都不會出現 但習近平另有一個致命危機 袁鴻冰說 李克強做了三屆的中共常委 他處於權力中心的時候都沒有任何作為 甚至沒有任何個性 離開權力中心後 他對當權者更加不會產生任何的威脅 袁鴻冰因此認為 習近平無必要害死李克強 李克強的離世也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事情很快就會過去 袁鴻冰表示 秦剛李尚福被整宿 才是真正體現習近平政治危機的事件 袁鴻冰說 這一輪的大整宿包括秦剛李尚福 還有火箭軍領導層 以及戰略支援部隊 司令員等大批的軍隊高層 被整的對象與中共二十大前有根本區別 袁鴻冰解釋說 中共二十大前 習近平清洗的主要是與他權力爭鬥的對象 但這次整肅的對象都是 習近平親自提拔的親信 也就是說習近平迫不得已對習家軍開刀了 原因就是習近平突然發現 即使是他親自培養親自挑選的官員 對他也沒有絕對的忠誠 甚至還表現出絕對的不忠誠 迫使他沒辦法不出手 這才是習近平現在最致命的一個政治危機 英國《衛報》10月27日報導 美國提出多個證據顯示 自從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之後 北韓向俄羅斯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軍事援助 雖然北韓炮彈的質量有問題 但對於俄烏戰爭的影響日趨顯著 報導透露 白宮公佈的衛星圖像指 大約300個貨櫃在北韓東北部的羅津港組裝 經海路和鐵路送往俄羅斯西南部的 齊貨列斯克附近的倉庫 這個倉庫距離烏克蘭邊界只有289公里 美國在這月表示 最近這幾個星期已經有1,000多個 裝有裝備和彈藥的北韓貨櫃被運往俄羅斯 美國的情報已經得到了英國智庫 王家聯合三軍研究所的證實 該研究所在上個星期也發布了一個報告 表示俄羅斯可能已經開始大規模地運送北韓彈藥 王家聯合三軍研究所分析衛星影像後表示 三隻和北韓軍方保持聯繫的俄羅斯波旋 不斷地在羅津港和俄羅斯 遠東道來的秘密港口之間往返 從8月中旬至今至少有不同 研究所也指出 這種往來在俄羅斯國防長 邵伊古訪問北韓幾週之後開始的 美國戰略企國際研究中心 也在分析衛星圖像後發現 位於俄羅斯邊境的北韓桃門岡跌路 貨運流量也在急劇上升 遠高於過去五年 但俄羅斯克里姆林宮仍一則否認 購買北韓的彈藥 英國陸軍砲兵軍官 新頓少教表示 北韓有大量的炮彈和火箭彈庫存 而且與俄羅斯使用的武器系統相用 有軍事人員估計 北韓向俄羅斯輸送了數十萬座火炮 不過北韓彈藥的量率受到很大的質疑 之前北韓曾向南韓延平島發射了大約170枚炮彈 超過一半錯過目標 落在周圍海域 新頓表示 考慮其龐大數量 有一些質量不好或是壓果的炮彈 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哈馬斯最近釋放了四名人質 美國FBI分析指 這個有可能都是精心的策劃 專家分析哈馬斯釋放人質的三大動機 並判斷最有價值的人質是以色列的國防軍 根據以色列10月27日的最新統計 哈馬斯手上的人質已經增加到229人 正在俄羅斯訪問的哈馬斯代表團 一名成員10月27日告訴俄國媒體 儘管他們手中的人質來自世界各國 但對於哈馬斯來說 這些都是以色列人 除非以色列停火 否則他們是不會釋放任何人質 在國際社會努力救援人質的同時 美國FBI人質小組專家 也在分析哈馬斯陸續釋放四名人質的動機 哈馬斯將人質劃分為 婦女、兒童、病人、雙重國籍、平民 和以色列的國防軍 而這個當中最有價值的談判籌碼 就是以色列的國防軍 哈馬斯第一批釋放的人質 是一對美國國籍的母女 美國FBI專家認為 目的就是要向拜登政府施壓 迫使美國要求以色列暫停地面進攻 另外釋放的人質是兩位年長的以色列女性 專家認為這樣是為了挽回形象 向世界證明哈馬斯還是一個有人道的談判者 專家說 哈馬斯綁來的人質都是要打持久戰 最重要是交換被關押的哈馬斯成員 以色列專欄作家巴斯金總結說 哈馬斯期望 利用人質釋放以色列境內 所有的巴基斯坦囚犯 哈馬斯發言人加齊哈馬德 10月26日接受BBC採訪時 因為一個問題發露並中斷採訪 BBC著東東記者提到 哈馬斯10月7日突襲以色列 造成很多平民死亡 但哈馬斯堅稱 哈馬斯沒有下令殺害任何平民 從來都沒有想過要襲擊平民 記者追問到 哈馬斯殺害在床上熟稅的平民是否正當 聽到這個問題後 哈馬德一邊脫下咪 一邊說 我想停止這次訪問 哈馬德較早時候接受英國第四頻道電視台的採訪時 也都宣稱從來都沒有想著襲擊平民 他甚至狡辯說 現在在加沙等地區 每天都有巴基斯坦平民被殺 但沒有人關心 南韓尼泰院踩踏事故即將滿一周年 遺難者家屬仍然在等候正式的道歉 據雅虎新聞10月27日的報導 在去年的事故中 朴英壽永遠失去了29歲的兒子 他至今還沒有接受到這個事實 朴英壽哭著地說 事故後 回到家 我走入兒子的房間 將他沾滿灰塵的工作服洗了一下 涼桿 接好再放回他的床上 然後我關上門 再也沒有打開過 這一關就是一年 警方調查已結束 稱這是人為災難 並追究23名官員的責任 但是南韓房間不滿意的是 還沒有高級官員為這一場歷史性的災難下台 家屬更沒有獲得正式的道歉 朴英壽參加了抗議活動 呼籲進行獨立調查 期待有朝一日真相能水落石出 讓亡者得以安息 朴英壽表示 只有看到政府負起責任時 他才能夠活下去 並告慰兒子在天之靈 但是 對於社會呼籲高官下台的聲浪 政府並未理會 行政安全部長李尚文 也都安然無事 當局只是表示 已努力建立一個安全系統 來以逢此類的災難發生 去年10月29日 大批年輕人 湧入首爾尼泰原的狹窄行 參加自疫情以來首次不受限制的 萬聖節慶祝活動 隨著窮歡人數越來越多 悲劇就此發生 踩踏事故奪去了159條年輕生命 安全部長李尚文承認 當時警方準備不足 台灣在法國舉辦的世界麵包大賽上 成功奪得世界第三 更值得關注的是 主辦方今年 讓台灣選手將國旗大上領長台 世界麵包大賽兩年舉辦一次 並稱為控陪界的最高殿堂 本屆大賽於10月26日落幕 共有15個國家參賽 中國隊奪冠 亞軍是法國 台灣榮獲世界第三的佳職 首發這一則消息的是一個念書份專子 在2019年 中國隊不准台灣選手拿國旗 主辦單位聽話照辦 但今年的主辦方 可能不想再幫助北京打壓台灣 因此今年冠亞貴軍都可以拿著國旗上台領長 台灣國旗和中國國旗在頒獎典禮上同框出現 本專展示領長台照片 並說這張照片意義非凡 你看中國選手離台灣選手有多遠就知道 從照片上看 中國選手為了盡可能地遠離台灣國旗 貼到法國隊那邊去 中台之間出現了紅溝 粉專調謹說 我就問中國選手你們會不會有點逼啊 看來有多遠就躲多遠 怕被影島和中華民國國旗站得太近 搞到台灣選手好像會吃人一樣 笑死 網友留言表示 中間是有台灣海峽嗎? 很明顯第一名化第三名的國旗 中間隔了台灣海峽 也隔了自由啊 重點是 本來就是一邊一角 恭喜台灣隊也祝賀零各中國隊 有網友解釋 主辦方沒有提供由大會製作的台灣國旗 是前去助威的加油團將旗遞上去的 這一期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個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VIN 幹